一口气看完新版本所有玩法 新版本海岛可以携带四把武器 你没看错 新版本每人身上可以携带四把枪 新道具 战术枪侠 打开背包 把武器拖到战术枪夹里 就可以像旅行车的后备箱一样 存放物资 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携带四把武器 能能能 看到背包里的这个没有 新道具 君右耳机 使用后我们自身和敌人的枪声会浅小 还有我们自身的脚步声和开声声 也会浅小 但是并不会减少敌人的脚步声 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我们在近战时 听脚步的清晰度 注意 君右耳机和战术枪侠 是现实道具 会和新主题玩法一起上线正式符 获取方式可以在野生空头里捡到 也会在地图上随机刷线 并且随机海岛也能捡到啊 兄弟们应该也注意到这个了吧 没错 新主题玩法可以召回队友了 获取方法就是用中年庆合成器来合成 我们把背包里的装备放入合成器里 可以随机合成其他装备 有大概率合成空头武器和召回信号枪 往天空里发射就可以召回我们已故的队友了 新版本现实载具 西克斯飞行器 这是一盒可以搭载两个人的载具 在空中我们可以旋转以及正常开枪 新载具拉力赛车 这是和平首款可以飘移的载具 我们利用飘移可以增加载具的能量条 当能量条达到一定程度 点击这个按键可以冲刺 对了 新载具是随机刷新的 另外新出了一个自动加速的功能 直接释放左手啊兄弟们 人性化的来了啊 像地图上的这些加油站 再也不是板手了 把车停到加油站旁 会自动给载具加油 新出的飞行器也可以啊 周年蹦床和彩色烟雾 周年蹦床踩上去后啊 可以在空中执行一个二段跳 在蹦床快消失的时候啊 我们踩上去 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两个二段跳 队员可以跳160米啊 非常适合逃跑 哎呀 快走快走 空岛飞船上的四个平底锅打卡 就可以获得彩色烟雾弹 在彩色烟雾内啊救援队友 可以实现边回血边救援 而且啊移动速度也会提升 每次切换烟雾弹都会变成不同的颜色 还会跟着队友跑啊 新枪线AKS起死U和新空头武器复合弓 AKS啊属于冲锋架 不过用的是5.56的子弹 在地图上是随机刷新的 伤害和原P45啊几乎差不了多少 但是啊这把枪的秒伤更高 空头武器复合弓是在野生空头里随机刷新的 用的箭矢和爆炸弓 十字弩一毛一样 可以用红点这三倍镜 射在敌人心上啊就会像铝热弹一样燃烧 哇哦不错哟 帮兄弟们测试过了啊 不能射在队友身上啊 OK啊本区天成小课堂就到这里了 下课 开心一笑最重要 我是天成 点个关注吧